各位,這一句我沒辦法不笑,沒辦法不跟大家說一說 有一個長期在我的視頻中,粗言畏語地問候我的網友 他今天留下第一句,我沒辦法不笑 他說,我照讀,雖然粗口,你這麼等喜歡警察,不如回香港 走一下示威區,讓警察近距離開一槍 我沒辦法不笑 我喜歡警察,當我真的喜歡警察 既然是這樣,我怎會去示威區和警察對抗 傻的 香港警察,我們不需要喜歡他們 我們需要的就是,敬佩他們在這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都撐起香港,幫香港維持治安 盡量將那些暴徒成之於法 而他們可以這麼忍耐地,被這些暴徒操言畏語,辱罵父母 他們一樣照忍,而不動氣 這種忍耐,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真的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香港警察做得到 香港警察做得到 他們也都沒有用 超越了需要的暴力 去將那些暴徒成之於法 他們要驅趕警 那些示威者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不用催淚彈 但他們對暴徒 一樣是很理智 不會濫動 不粗 個別警員 可能一時 氣憤 用了重的手和腳 去襲擊一些已經被制服的示威者 這個絕對是不應該的 就算他們 是心有不憤 都不應該 他們是會受到制裁的 我不會懷疑這件事 但因為個別的警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用了操 所以所有的香港警察 都是黑警 這是絕對不對的 我不是支持這些 一手 忍不到氣 我不是支持他們 但 不可以因為有個別的警員 而是整個警隊都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都要明白 在過去這六個月 這些警察所受的委屈 是很厲害的 面對這些暴徒的時候 你不停地辱罵 其實你們想做什麼 你們這些人其實就想做什麼 就是想挑起警察的憤怒 就是想挑起警察的憤怒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部分的警察 真的忍不住了 爆了出來 他們不對 我沒有說他們對 但我們可以了解 我們可以明白 為什麼他們是這樣的 了解明白 然後給他們一個自身機會 我覺得應該 希望這些警察 以後不要對市民 尤其是被捕人士 當他們已經被制服之後 動操 我真的很希望這些警察 可以全部做到 有個別做不到 我很相信 你們會受到紀律取分 雖然我是支持警察 但我仍然堅持 就是警察 你們真的要好好的服務市民 要忍著自己的氣 我知道很難 但是要忍著自己的氣 但是同一時間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我第一 不會挑戰警察 所以警察一定不會向我開場 你放心這件事 第二 我看到警察的時候 我會向他們殺個粒 給個手指攻他們 讚揚他們 他們的確很辛苦 只要我們多些市民 被警察和警察打氣 他們的憤怒就會消失 這樣對一些被捕示威者 也都可能會更加友善 其實香港警察真的很好 真的真的很好 請大家不要激他們 他們已經很辛苦 他們忍受著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他們是身心疲勞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香港警察 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警察 而這個 我沒有話可說 我沒有話可說 頭腦太多問題 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沒有話可說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香港警察 能夠明白他們今天 在承受著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見到警察的時候 給手指攻他們 不要走過去 遠一點 給手指攻他們 和他們笑一笑 他們夠了 希望大家可以這樣支持香港警察 拜拜